現在問你的這個問題是有關的 他的這個選項 這是正常的這個辦點 當中的同一倍選項裡面 有很多金的有這個小側芽 他們的台頭時跟油味塑有關嗎 種了之後兩個月呢 算說種下去的第二個月 那個月呢 有用了四次左右 都是一千倍 是不是這個原因 如果是這個選項 你說會有很多小側芽 這跟這個玉米素 沒有很大的一種 這個側芽 當然跟玉米素有關 你說它沒有關係 那個也是有很大的關係 因為玉米素本來 就會刺激它的這個側芽 這個增生 但是呢 它在側芽要增生進行的一個 這個條件通常是 你追粉的一個控制有出問題 通常它有可能是 受傷 比如說它變成破壞到 它摸一個生長點 或是說對它有一個影響 所以它有可能會變成 同一隻的變成這個 它不是側芽 它變成的開箱變成兩隻 所以這有可能有這種情形 所以你要小心注意一下 一般來說 在我們的使用當中 使用當中可能就要有一點點小心注意 在這裡必須要你知道一下 所以這裡面 它通常是一個這個斑點 它的頭那種斑點 那你如果看它在藏牆 這家的一個金 都沒有那麼的完整 金棒的這個地方 沒那麼那麼完整 所以這個通常 你這個外表的這個地方 雖然看不出來 但是你應該是 就說你的鑽仔末應該是有 鑽仔末應該是有鑽仔末 你已經有到這個白泉冰 因為在那個根盤 這個根盤也是到 這個白泉冰的時候 有可能會用到這個 算確實會 這個比較容易 讓它比較容易 有一個分支的解架三星 加上你如果再用玉米蘇 再去刺褲 這用很多 你如果正常在用 你鑽仔末每一邊鑽仔末都一千五百八 一千八到一千五百八 那鑽仔若是沒有其他的 病害的這個問題 一般來說 應該還不錯 不會有這個徵業的這個問題 其實 這一開始 我們在像鑽仔末 我們也很怕 很怕說鑽仔末 不會像鑽仔末 如果是這個玉米蘇 用下去 那徵業 很多的時候 你為什麼要 那些褲子 沒有鑽仔末 我們就只要愛那個碟而已 你在旁邊發貨的 不是多麻煩的 結果 我們好朋友說 不會啦 你如果不要湯 你把它加 如果不要 這個用下去也沒問題 包括在這個 蒜頭的這個部分 還是說蒜頭的這個部分 我們 很多好朋友 都有去吃過 這並沒有說 有一個 很多 這種小徹芽的 這個三清 所以這應該 不敢說 沒有關係 因為本來 玉米蘇 就產生這個徹芽 但是就是說 這裡面應該是 根盤有受傷 所以你這點就是 這方面 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在這個 這個 棟子那裡 可能是 一些 這些點點 這種東西 這應該是 含這個 白菌病 有很大的 這個關係 所以你的 酸 可能 當然 你應該是 你應該是 控制了還好 但是 可能是 初期的時候 太慢 太慢 做方法 所以 這個 這我個人 稍微的 這個 這個看法是 這樣 提供 讓你 做一個 參考 你 你 做完 第二 五月 都 用四邊 做油 都一千杯 這個應該是 不太會 如果 這個 樓頭 比如說 你要是 做 算頭 要贏的 你就不要 不要去理他 這不必 特別去 把他 這個 抓住 這個 做 蒜塵 我們會 煩惱 做 蒜塵 這個 在那補營 這個 比較沒有說 太好 所以 這應該是 如果 樓頭 的時候 不用說 特別去 把他 這個 抓住 這沒有關係 這應該是 在 我們在 財布的時候 就沒有特別 不用特別去 做 這個 處理 這 這 差不多 三月 開始 應該 要注意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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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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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起來 出來 要算 後來 不要再太憲 要說 原地 有時候 都希望 可以掛 蒜塵 如果要做 我可以掛 算頭 看不出來 因為 不要 因為 你們要選 所以 大家都會以為 今天要選 所以大家都會想說 今年這個算頭看壞 為什麼我不知道 不要問我 待會兒去查水表 反正大家這個撲片出來 大家都認為價錢不會好到哪裡去 但是 這可能是一個周期性的循環 但是不管 不管是好壞 我們在做事來說 我們這個時候很重要 就是說一定要第三量 在這個重量的這個部分 要提升 所以 割肥的這個使用 你一定要在這次來說 要稍微來解決 注意一下 這讓我們 注意好朋友 你可以稍微做一個參考 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這個玉米的這個問題 好像是以前的吧